倫敦金斯雀碼頭,Canary Wharf,是倫敦東部的一個商業區,位於泰晤士河北岸的倫敦賓海區內。 它建設始於1980年代初期,當時這裏曾經是倫敦港口區域,但後來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經濟衰退和港口運營轉移下。 這裏逐漸轉型為商業區。Canary Wharf現在是倫敦最主要的商業區之一,擁有眾多高樓大廈,其中包括歐洲最高的摩天大樓倫敦金融城,One Canada Square。 此外,Canary Wharf還擁有很多辦公樓、酒店、商場、餐廳和娛樂設施。 是倫敦重要的商業,金融和旅遊中心之一。 區域內還有很多公共藝術作品,包括Richard Serr的大型鋼鐵裝置作品和Anish Kapu的雕塑作品。 此外,Canary Wharf還有一個室內兵上流兵場,一個戶外露天劇場和一個潛水中心等娛樂設施。 交通方面,Canary Wharf可以通過倫敦地鐵Jubilee線、DLR輕軌和多條巴士線路到達。 此外,還有一個船奧,可以搭乘倫敦杜輪到達倫敦市中心和其他城市地區。 樓下商場,Kabit Square Shopping Center,是位於倫敦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 的一個購物中心。 該商場位於樓下大廈,One Canada Square 的底層,建於1989年,是倫敦東部地區的一個重要購物和娛樂場所。 樓下商場的設計風格簡約現代,充滿玻璃和不鏽鋼的材質,讓整個商場充滿了現代感。 商場的主要特點是其豐富的品牌和零售商店。 有各種各樣的品牌,包括時裝、珠寶、鞋、手袋、禮品、化妝品等等。 除了品牌店之外,樓下商場還有一個小型超市,多家餐廳和咖啡店,提供各種美食選擇。 這裏你可以享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包括亞洲、歐洲和南美洲的料理。 此外,樓下商場還定期舉辦一些活動和展覽、漁時裝表演、音樂會、文化節慶等, 為顧客提供了更豐富的購物和娛樂體驗。 商場周圍還有大量的公共交通和停車場,方便顧客前來購物。 DLR輕軌是倫敦的一條輕軌系統,貫穿倫敦東區的Darklands地區。 Darklands輕軌是倫敦東區的一條輕軌系統,也被稱為DLR,是倫敦交通局的一部分, 由Kilisamy-Darklands公司經營管理。 該系統於1987年啟用。 為倫敦的公共交通系統增添了一條新的交通工具。 輕軌系統由兩條路線組成,共有45個車站。 該系統主要負責連接倫敦東部的Darklands地區與其他地區, 特別是倫敦的金融中心Canary Wharf以及倫敦城市機場。 還與倫敦地鐵和火車系統的其他路線連接, 方便乘客到達倫敦市中心以及其他地區。 DLR輕軌使用無人駕駛技術,所有的列車都由電腦系統控制, 使它成為倫敦地區少數的無人駕駛交通工具之一。 該系統的列車大多數是輕型列車,可以再運乘客和行李。 此外,車站的設計也非常獨特,結合了現代化和傳統元素, 如玻璃和鋼筋結構,以及特別設計的月台和乘客入口。 使得輕軌成為倫敦城市地區獨特的交通工具之一, 吸引了眾多乘客使用。 輕軌票價 使用豪卡乘坐DLR輕軌是最方便和最經濟的方式。 根據乘車距離和時間,高峰期與低峰期不同而定。 但isce本會有圈子。 我們是一個十四百玩具之一的與高峰期的 coded隔空間有一種有利款雷脬的位置稜逐減 crease。 這齊反耀噴仇的開放機 Compassionカット管理迅然是個額 ho coworkers。 結合高峰期的雷脬金 fällt我們可以負 argues當平等審得不舒服器偷動方式擁有時短人立功的。 在廃島資太積 470三百分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